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双 看大小啦 三双 大概三双鞋 三到四双 四双就会有点太急 可能其中一只鞋要跌到另外一只鞋上面这样子 哦 我跟他们好不熟啊 对 你跟他们很不熟 其中一层是拿来放拖鞋类的东西 拖鞋类还有鞋油 然后 凉鞋啊之类的 我们每个人有被分配到两层的Quota 这个是在当兵吗 哦 真的啊 我有分配啊 我还把比较好拿的那一层给你耶 哦 谢谢你 因为我比较常出门是会这样吗 就是让你比较好拿啊 谢谢你 比较好滚出去 很快就可以滚 免得就是 对 留在这边是不是 免得你就是 不愿意出门 筋骨太僵硬 无法弯腰拿鞋子 哪有夸张 哈哈哈 手多老 哈哈哈 老到这样子 我们就清算了一下我们的鞋子 说书人的鞋子 总共有十二双 加拖鞋 凉鞋的鞋 加凉鞋啦 没有加拖鞋 那我的也是差不多 出我意料之外的也是差不多十二双 原因是夏天的凉鞋有三双 其实我夏天的时候比较常穿的只有其中一双 然后另外两双其实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穿了 但是我还无法跟他们说拜拜 你没有跟你的鞋说拜拜 可是你要我跟我的鞋说拜拜 这什么标准 我听出来了 哈哈哈 你还是可以决定不要跟他说拜拜 我又没有勉强你 你昨天那还不叫勉强 哈哈哈 你的鞋这么多了 他们都挤不进去 哦哦 你要给我淘汰掉 没有我不是这样子说的 我是说 你知道你还有鞋在那个衣柜上面吗 然后搜索员已经忘记了他用那个鞋子 那我从衣柜上面把鞋子拿下来之后 打开之后搜索员说 诶这双鞋我以为你早就丢掉了 哈哈哈哈 我说我哪有我没有丢你的鞋 他已经忘记有那两双鞋了 我曾经有一度在找他们 其中一双运动鞋你已经好像不太需要它了 因为你已经买了新的运动鞋 因为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有特别的地位 所以我还是需要他们 是吗 那你可以去把它捡回来 他已经在垃圾车里面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他还不在垃圾车里面 哦 所以我还有机会挽回 后来我们终于调节到 有一些鞋 说书人会拿回他的老家 就我爸妈家 他们空间很大 因为是透天的 对他有自己的房间 所以有一些鞋就他会拿回去那边放 这边就放这个空间 这个鞋柜可以放得下的鞋 所以我们鞋柜整理之后 就是看起来舒服多了 我也把那三双两鞋先收纳起来 明年夏天的时候 如果还是没有穿到其中两双的话 我就决定会跟他们说拜拜 听得出来我们现在要聊的是什么主题了吗 把你的鞋子丢光 把不需要的请出你们家 对但什么叫做不需要 这真的很难定义吧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义啊 你可以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定义 但首先是你要先建立跟物品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跟物品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用一些东西可是没有在思考 没有思考过你跟这东西的关系好不好 比如说可能家里有一台电风扇 然后吹起来不良 或者是很吵 总之你看它不太顺眼 但因为你就觉得说 啊反正就是丢着嘛 就这样子用 但其实你每次用它的时候 心情都很矮油或者很讨厌 那你跟这个东西的关系其实就不太好 没有办法享受它吗 对就是你在使用它 反而是在干扰你自己 或者是正品的保温壶 其实根本一点都不保温 真的那真的很头大 对就是你可能才装水 装了一两个小时 它就整个变冷了 那你里面的水全部又要倒掉 再重新装新的温水 其实你是困扰的吧 但是你可能会没有去 很有意识的处理这个问题 就会觉得东西没有坏 我觉得这常都是 阿妈或妈妈最常讲的句话 啊这就没坏啊 东西还可以用啊 为什么要处理 就这样用嘛 就是将就着 对啊或者是就收着说 啊那个以后可以给谁用 或以后可以用到 然后家里的客厅厨房 房间所有的置物空间 就变储藏室 你们家储存最多的是什么啊 就是柜子打开 里面什么是最多没在用的东西 没在用的吗 其实我们家还蛮常会收到 人家给的一些伴手礼 一些酱料 礼盒啊 面条啊 朱子 反正就是爸妈妈那一辈的 他们有一些亲朋好友 以前很喜欢去旅行嘛 在还没有疫情之前 他们很喜欢去旅行 不然国内还国外 他们的观念都会觉得 他要带东西回来分给大家 会有马家面线乘于N包 马家面线是哪里的 我不知道 金门还是澎湖吗 搞不清楚 OKOK 对 然后再来还有牛肉干N包 剥皮辣椒N罐 我们家目前出现的几率最高的是 这类的东西 还有什么干贝酱 哦就是一些可以储存的干货 对 但是因为就是可以储存 所以常常储存到最后他们都过期了 不会发现他们过期了 因为已经太多了 对所以我最近回去的时候 我都会在那边发那些罐子 看他们上面保存期限 那我那天看到一个葡萄干 我就想哎葡萄干也看起来不错 那拿起来吃 干了2015年到期 2015 比我们环游世界之前还早 这是一个充满时空感的葡萄干 哎我好妙哦 现在已经2020了 而且要2021了 明天就2021了 对就是意思是说 它在你们家的柜子里面 已经蹲了至少5年了 Yep 应该是超过 超过 绝对超过 因为葡萄干又是一个可以放的东西 所以至少再加个一两年上去 7年 真的很夸张对不对 我本来是想要讲 所以那葡萄干比我们在一起还久哎 有吗 差不多7年吧我在猜 我们在 8年8年 我们在一起已经 8年了 哦满8年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刚满8年没多久 OK所以我们是迈入第9年还是迈入第8年 哎 大家可以帮我们算一下吗 哈哈哈哈 2013年的12月9号在一起哦 哦哦 所以这样 14151617181920 满7年迈入第8年 OKOKOK 好那葡萄干可能跟我们差不多 寿命 但是它现在已经 应该你把它丢了吧 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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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看到之后我就 在那边很惊恐 你有跟妈妈讲吗 有啊 我就说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个 2015年的葡萄干 然后我妈都说 啊那个就是谁谁拿来的啊 哇他还记得哎 谁谁拿来的 然后后面就讲说 啊那个还有一罐 哈哈哈哈 所以有两罐 所以我们有两罐2015年到期的葡萄干 我好奇哦 所以你们家的柜子很多吗 听起来 很多很多 因为我爸爸他们是在做 木头相关的行业 所以做木工很便宜就是 对对对 他们认识很多 师傅 柜子有够多的 收纳空间 我们家最多就是收纳空间 OK 但你知道收纳空间都满了 哦满了哦 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一点 嗯哼 almost 就是每一个 没有一个收纳 可能有啦 就是在那种很高的地方 就你可能要拿椅子 再拿椅子那种 很不方便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但只要他们伸手可及的收纳空间 他们都有淋漓尽致的使用 不知道就是在收听的你 你们家里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 这就是父母亲伟大的地方 他们总是储存了很多食物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好像从小到大没有接收过一个概念就是 家里其实也需要新陈代谢 我们很像是很自然的会把外面的东西带回家 比如说别人发给你的传单 在餐厅没吃完的东西 你可能会想说 那还可以打包回家吃 或者是更多像是满额正的礼品啊 那种白货公司很容易送 什么环保袋啊 杯子啊 马克杯啊 盘子之类的 保温品 像这种东西 我们就会拿到的时候 就会很自然的觉得说 哦好那就带回家 那赚到赚到 对对 有点像是说 哦 对就是拿到 而且叫你给别人 你不会用到 但是说啊那不然给谁好 对方可能还说 哦不要不要 我觉得我会用到 不愿意让给别人 因为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用到 是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 没有想过说 这些东西带回家之后 是不是有没有相对的清出某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新的两个马克杯 我觉得它们很漂亮 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图案 带回家之后 一般大家都不会想说 要相对的清出另外两个旧的马克杯吧 通常不会啊 对所以就是放杯子的地方可能就会爆炸 通常都会爆炸 那再挪出别的地方来放杯子 就可能杯子需要放在台面上 或是其他的地方 就会空间越来越小 然后这些你可能放在台面上的东西 就会积灰尘 生活品质也会变差 如果说人身体都需要新陈代谢的话 其实家里也是很需要的吧 我上次要买袜子 九月大六跟我说 那你要买几双 我说我不知道可能是三双或几双 他说那你要清出同样亮的袜子 这是一个讨价还价交换状态 如果我想要获得新袜子 我要先丢掉旧袜子 我说可是他们都还可以穿啊 他就说不行你这样会越来越多 你的袜子一定要爆炸你知道吗 对就是那个放袜子的盒子跟抽屉已经爆炸了 他们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溢出来其实 而且也没有真的多到可以爆炸 其实真的很爆炸欸 一个人为什么一个人需要十五双袜子 我没有那么多双吧 其实有欸 哈哈哈 你没有数过吗 哈哈哈 你看你跟你袜子的关系 没有很好 哈哈哈 我跟他们很好 我们每天都紧贴在一起 其实你穿来穿去就是那几双 你有没有发现 Yeah 可是他们有不同的功能 有的比较松的袜子是睡觉穿的 对对对 可是其实睡觉的袜子 然后出门会穿的袜子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穿的就是那几双 最后会破掉的也是就是那几双 哦 那就代表其实那几双才是适合你使用的物品 嗯哼 那其他的东西一定有一些问题 是你不想去穿它的原因 也许可以问问看你跟那些在冷宫里面受寒的袜子 就是跟他们到底哪里关系不太顺 没有他们就是备用品 等到袜子不太够的时候 就会把他们拎起来穿 可是后来变成说你很常穿的那几双坏掉了以后 你的选择是买了新的袜子 而不是去把旧的那些 你当备品的袜子拿出来穿 好有道理哦 对 突破盲场 对啊就是我们都很少去思考这些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试双袜子 一个礼拜每天穿一双都还会多出三双 就这样就可以一个多礼拜可以不用洗 你就想你可以有八天或九天不用洗袜子 但实际上我们不会那么久没洗衣服啊 是吧 那你可以试试看不要那么久 不要那么常洗 好像没办法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运动的习惯 那运动的衣服就是会 你知道有汗臭 如果就是放着没有马上就洗的话 它就是会那个汗臭 咸鱼 就是汗臭会咬住那些衣服啊 有一阵子我倒垃圾跟厨余倒到快要发脾气 他已经发脾气了 哦真的我那时候有发脾气是不是 有有 我有点抓狂 他拿着汤圆指责我 一堆咸汤圆客家咸汤圆 哪来的咸汤圆 我跟朋友去聚餐 但因为我很喜欢吃各种麻糬QQ类 这种类型的东西 我朋友听到说我喜欢 他就把那个剩下的那一锅丸 几乎是完整的咸汤圆 就让我打包带走了 那一锅是大概几个人份 大概十人份 我觉得那个量好像十五人吧 可能 因为他们还吸汤汁膨胀 这超大一锅的 真的超大一锅 而且很重哦 那根本就是 我还把它从中立提回来 龙坛提回来 结果最后你吃了几碗 你记得吗 有一碗吗 没有 没有一碗 完全没有吃 我完全没有吃哦 所以我才会抓狂啊 哦 因为我根本就忘了他们的存在 我不是一个很知道冰箱有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说书人会把东西带回家 然后丢进冰箱之后 他就会忘记他们的存在 就会过期 然后我就要刀垃圾刀出鱼 那一阵子可能就是连续 就是不是只有那个唐园 连续好几个东西 因为那阵子刚好是尾牙嘛 尾牙又快到了 好恐怖哦 不要再带唐园回来了 我从一月中开始 都需要尾牙一直到过年前 我那时候就跟书人说 拜托你 如果你没有要吃的话 可以不要带回来吗 不然请你下去倒垃圾 他超讨厌倒垃圾 所以我就投降了 下次就不再讨厌回来 他真的很讨厌倒垃圾 他就是 但是他今天有倒垃圾 棒棒 这是一个什么 奖励小朋友 你今天有下去倒垃圾 很棒 因为今天好冷哦 今天超冷的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 12月31号 跨年 对 今天是跨年 寒冷寒冷 超冷的 但还好我现在有甲状腺抗净 所以 你很热吗 没有到热 但是没那么怕冷 哦 这是唯一的好处 而且吃很多 好像都没怎么样 胖 对 可是我之前有在服药 控制住 但最近不知道是 医生帮我减量药物之后 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我 所以我现在好像 又一点甲状腺抗净 比较明显 应该是你觉得控制了以后 你又恢复了原来 有点忙碌的步调吧 刚好最近真的比较忙 年底很多事 说到冷啊 就是我追踪了一个中医的粉砖 它叫本末中医 本来的本 之为末节的末 本末中医 它里面就有讲到 这个冷呢 会 帮助我们身体的能量做冬藏 但是 其实很多人身体里面 并没有空间 甚至有一些垃圾 就是身体的新陈代谢不好 然后有一些 身体里面堆积的东西 导致能量没有办法 藏在身体里 他就写说 再好的东西 没放到正确的位置 就变成 无法辨识 无法使用的垃圾 反而会成为身体的负担 我觉得这个真的讲得超好的耶 超有共鸣 我有觉得我现在身体有充满了脂肪 就是你觉得身体很重 对不对 我觉得身体很重 因为最近比较忙 没有时间运动 可是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身体很重 然后觉得自己有点吃肥 学生今天才来跟我讲说 老师你看起来有瘦 我就很认真看了他 我就说你眼睛有问题 那体重 其实你体重没有减轻 也没增加吧 没增加也没减轻 对 因为像我最近其实活动还蛮多的 但Jana她就会提醒我说 冬天其实不适合这么的 躁动跟这么多活动 应该要冬场到春天才会有能量 就是如果冬场的这个节气 没有好好的冬场的话 那来年就会没有能量可以用 所以希望大家最近虽然很多活动 还是要注意把自己的能量收敛起来 让明年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体力 也会比较健康 新的一年要到来了 有一些可以断舍离的提议给大家参考 首先就是可以从你最常活动的地方开始 像是你的书桌或者是房间 可以先把坏掉跟明显无法使用的东西处理掉 像是没有水的笔 我讲到没有水的笔真的很有感受 通常在教室的讲台都会有一个笔筒 那个笔筒里面 常常都会有 敢不能写的笔到底为什么要放在那边 而且很有趣喔 我通常有观察到 其实不管是在哪边 就是公共空间里面的笔 大家都会有一个现象 就把那个笔拿起来写一写之后 没有水 然后甩一甩再写一写 没有水 他们就把他扔回那个笔筒 然后再抽下一只 同样情况再把他丢回去 在同样的情况又再把他丢回去 然后我内心的OS就是 那干嘛不把他们拿出来 是齁 对 可是也是我之前才意识到的 因为以前我也是就很习惯把他丢回去 因为会觉得那是公共空间的笔 好像也不能乱丢 但实际上就没有人在用 对啊 实际上来讲根本没人在管那个地方 而且只是让大家觉得很烦躁 就是干我要写字 为什么没办法写出来 所以我后来就会 只要我去上课的地方 你会帮忙整理笔筒喔 我会把那笔筒里头不能用的笔子 只要让我不爽的笔我就把它丢掉 漏水的啊 漏水的啊 或者是 就写不出来那就算了 有的那种笔头炸开 还黏了一堆毛的那一种 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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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树桌的笔筒 其实也还蛮需要整理的啊 里面的笔你都喜欢吗 你都会拿起来写吗 会吧 你知道你有几支蓝笔 几支红笔 还有几支有颜色的其他笔吗 因为其实我很多蓝笔 最后都到你这边来了 哈哈哈 你每次笔没水 你就会过去我那边捞一条 哈哈哈 没有我非常挑的 我要好写的笔我才会捞 哈哈哈 很好 说书人常常就是要出去采买笔回来 然后就会问我说 这支笔你看你喜不喜欢 谢谢看 然后如果我觉得好写 我就会留下来 不好写我就说那给你用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是我们家的赤等公民 哈哈哈 没有啦 你又不挑对不对 想像昨天在我的桌子下面 捡到一把尺 他就说你有一把尺掉在地板 而且还沾了灰尘 然后我就说哦是哦 然后他就把它拎起来 他说所以你都没有在用这把尺吗 我就拼了那把尺一眼我就说 哦原来他在那 哈哈哈 可见你不需要他 没有我还有另外一把尺 哈哈哈 天啊他等一下就会被丢掉 哈哈哈 我的天啊 我说错了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两把尺或三把尺 就是我们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需要多一把尺 它有两个不同的功能 一个是它有可以量格子 第二个它是可以画洞洞圈圈的 哦 那那个掉到地板的尺是有什么功能 它就是量格子的那一个 但是我最近没在量格子 哈哈哈 可见也没有那么需要啊 我之前画图的时候会量格子 哈哈哈 你好严厉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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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太严厉了一点 没有我就是在跟你 讨论你跟物品的关系 所以你每次在误我说 那这个物品对你很严 我都会很仔细的思考 哈哈哈 嗯所以呢 如果我回答不小心 他就会被判死刑了 没有我会帮你厘清说 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需要他 哦我真的 这样是不是很变态啊 不会啦不会 哈哈哈 哈哈哈 不会就是一个断舍离的概念 所以各位如果觉得 不知道怎么断舍离的话 也可以内心以后问这个问题 就你跟这个物品 你上一次用到他是什么时候 然后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吗 嗯 如果说 以上的答案都是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他 而且好像也没有常用到 放在那边 你可能上一次用到他已经是半年前了 然后又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 那你试着可以丢几样东西 我觉得当你开始丢两三样东西之后 你会觉得内心愉快 昨天晚上去我阿姨家 我阿姨很热情 然后就塞给我几个面包 就是他去三峡金牛角 买了 这些面包 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金牛角 我只喜欢他那两个角角而已 就是那两个末端的部分 大约1.5公分长的地方 说书人喜欢有嚼劲的东西 对我就只喜欢那两个角角而已 中间的部分我真的不爱 他要给我两个 我就想说说 哦 没关系我拿去学校 因为高中生通常都很饿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说我到了学校我一边还在苦恼 然后想想说 诶不然问问看学生好了 因为毕竟也是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 诶有没有人要这个 我就把那个面包拿出来 我说有没有人要这个金牛角 然后班上40个同学 就嗯 就有一个同学举手说 我要我要我要 那个女生很可爱 我说好 然后我就只是顺带一提 就讲说 哦这个金牛角是三峡金牛角 我阿姨给我的 我一讲出了 三峡金牛角之后 开始班上 有约莫十个同学 我说我也要我也要 我也要 我就看着做我正前方的男生 他没有举手 是一个讲话很幽默的男生 我就看着他我就说 诶为什么我一讲三峡金牛角 他们就说好 那男同学就说 干连金牛角都有品牌迷思 哈哈哈 看来真的是哦 真的 真的是 很现实的人类 我就说 刚刚那个同学 他是我一讲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 那我这个就给他 可是我有两个 我说另外一个 猜拳 大家猜拳 然后反正他们就在旁边厮杀 但那个画面我觉得太好笑了 于是我就把它拍下来了 用我的手拿着金牛角 然后拍一群高中生在那边猜拳 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太好笑 就一群高中生为了一个金牛角 而且他本来猜拳超会吵架 哦真的哦 没有到真的吵起来 可是他就说 欸你出太慢了你 哈哈哈 我觉得很欢迎 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吧 我觉得很好笑 很开心 很激动的感觉 对 那后来我又默默的从书包里头 捞出了一包泡面 就我原本昨天想吃的想喝热糖 就一包泡面 然后我就问说有谁要 大家就一副就是你那个袋子里头 到底有多少食物 你是耶诞老公公是不是 哈哈哈 耶诞老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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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诞老T 哈哈哈 没错 哈哈哈 哈哈哈 后来反正就是 就是前面那个同学 就是说那个他有金牛角迷思的 那个同学就是说他要他要 我说很好 那去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不用把这个金牛角跟泡面背回家 因为我背回家我就会被骂 哈哈哈 我会说 呃这个你有要吃吗 我们家的干粮柜已经爆满了 真的爆满哦 就是 呃我们家的干粮柜有两个白色的收纳盒 里面都塞满了各种干货 像是什么蒸煮面啊 然后说出人喜欢吃的冬粉啊 哦 可是那个收纳盒没有到超级大 就是一个A4大小的一个面积 它已经爆满了 然后我 我之前已经 送出了 很多食物给朋友 他们现在刚刚好是 呈现满的状态 我们之前还有捐到那个食物银行过 哈哈哈 对就是没有 其实没有在吃的意大利面 但是那时候是去买 Costco 还是去 我记得是去 Costco吗 之类的诶 没有啦 那个是Costco 哦 Costco买的但是 它是有机的面条 对 分量太多了 Costco就是总是搭包装 对 就堆着 后来还好我们在 还没有过期之前 就把它捐出去了 这几天如果 各位尝试的整理的话 家里如果有一些 台带保存期限内的食物 其实可以考虑捐到那个 食物银行去 我们是捐食物银行 我忘了它的细节名称 OK 它不在我的海马里头 就好像上网搜寻一下 这个可以捐责食物的 对它们会分配给有需要的人 因为其实还是有蛮多人 它们食物来源并没有那么充足 嗯 或是吃的东西 不一定那么营养 所以可以考虑捐出去 也算是做好事 然后减轻自己心理压力 一举数得 你现在会觉得 东西很多有压力吗 好像有一点欸 怎么说 因为来自于另外一半 欸欸欸 东西多就会被 你要怎样怎样怎么之类 就像我那一天 从PC Home 买了两盒 我觉得很可爱的口罩 哈哈哈 哦 因为我们家的口罩已经 有点爆炸了 就之前我们本来就都有戴口罩的习惯 所以以前就会买 我那一天在买那个口罩的时候 觉得哇好可爱我要买这个口罩 可是我内心的压力就是觉得 不行 Juena知道一定会骂我 所以我是拖到了最后一天 必须要去领货了 然后再去把它们领回来 这样听起来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制约力吗 没有没有 这是很大的制约力 哈哈哈 这很大的制约 还不是买了两盒 而且一盒各50个 总共我们家里多了100个口罩 然后昨天就极力在说服他 你看这个很可爱吧 而且他戴起来质感很好 哦 我后来觉得OK的原因是 那个口罩做得还不错 它的品质是好的 因为之前有一些口罩是 它会闷住 会把你的口鼻有点像是吸住 对 你就是吸气的时候 它就会跟着吸上来 然后呼吸就很困难 但是说书人买了新的这一批 还好他 不是哪一批 比较立体 对 它跟中卫的口罩还蛮像的 对啊 中卫的口罩真的很棒 好用好用 但是现在买不到中卫的 好感伤 总之我们家有一个抽屉 里面全部都是口罩 加上说书人之前就是才买的什么 几个N95口罩 好像有50个吗 还是 没有啦 没有那么多个啊 酒很贵 那另外几个 20个有 哦 好 那时候 那个时候会买那么多原因 是因为刚好有一个朋友的爸爸 肺结盒 那他那个时候必须要住的病房比较特别 进去探视人要带N95 结果那个朋友说其实他不需要 就是他后来不需要了 他也有足够的 我没想买来送他 结果QQ 对 所以如果在收听的你们 真的有需要N95 是真的有需要的话 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对 要请你们到那个 我们的粉专 拉拉手环游世界 留言给我们 手术人会去处理这件事 对 就是N95口罩 不是所有的口罩 就是N95口罩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初那个朋友爸爸生病 是刚好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很难买得到 完全吗 连一般口罩买不到 N95也买不到 那个时候最新盛的就是 开始买口罩套 就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朋友 手边有一批50个N95 我就跟他说 那我可以跟他买几个吗 对 所以那时候才会买 不然我们其实我们也用不到N95 就他们现在正在柜子里面滚来滚去 对 所以欢迎 就是如果需要的人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哦 那另外一个提案就是 让你觉得很困扰烦恼的 一直烦恼你的 事情 或者是物品先处理 譬如说你的另一半吗 因为你有 我是说你 你 你对我的想法 那我可以讲 有一次我做的梦吗 天哪 有一次我梦到就是 这会不会是我录的最后一集 出现的最后一集 有一次就是梦到 好像是在梦里 我忘了是 什么原因 你让我好困扰哦 就你让我好烦恼哦 然后在梦 对 我在梦里面觉得非常的烦恼跟苦恼 然后就在想说 跟这个人的关系 总是这么让我揪心跟烦恼 那我要怎么办呢 那那一阵子刚好是我 算是断舍离的高峰期 我做了非常多的练习 看了非常多的书 整个脑子可能思考的逻辑 都是断舍离的思考逻辑 我那时候在想说 哦好 我知道了 我在梦里面就是灵光一闪 我就灵光一闪 觉得说哦对 断舍离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很烦恼的话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要用到它 你就先把它放到一个箱子里面 然后跟它拉开距离 如果说可能过了一个月 你还是没有用到那个东西的话 那就代表你根本不需要那个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 对了 我要跟说书的人拉开距离 我以为你说是要把我放到箱子里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箱子 欸喂 就觉得说嗯 就拉开距离 那再看看我需不需要这个人 这个人 哈哈哈 然后在梦里面找到了解决方案 我就觉得非常安心 然后就醒来了 那你没有觉得隔天看到我 又觉得开始头痛了 我觉得隔天就跟你讲整个梦了 我赶快讲出来我比较不会有罪恶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梦里面准备要把你断舍离 我在梦里面准备要把你断舍离 居然不是把鸡蛋断舍离 鸡蛋是我们养的狗 居然不是要把狗狗断舍离 是把我断舍离 哈哈哈 没有我只是说要拉开距离而已 再看看有没有需要 哈哈哈哈 有啦有需要啦有需要 哈哈哈哈 留着留着 哈哈哈哈 好回到让你烦恼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常常烦恼说 为什么我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每次早上想穿衣服的时候就觉得 没有想穿的衣服 那代表你不够喜欢那些衣服吗 问题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可以解决的 可能要把所有的衣服搬出来之后分类 你可能有几件裙子 然后几件上衣几件衬衫这样子 你可以去检视说 我现在的衣服出了什么问题 可能是不够适合你现在身型或打扮 对就是我们的衣服有一些都是 可能十年前买的 但是其实我们可能现在还在穿 但你的风格已经变了 对有时候我们的风格早就变了 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说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喜欢那样子打扮了 或者也不适合那样打扮了 嗯 像今年的夏天说书人就是发现自己很会流汗 可能是因为假装抗 抗净的原因 就发现说他以前穿的那些T恤都非常的不舒服 免质的 太厚啊太热 他让他打爆汗这样子 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些科技材质的 快速排汗衫 他整个夏天几乎都只穿那些新买的T恤 后来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穿衣习惯已经在改变了 其实你已经不喜欢免质尤其是有点厚度的T恤 对 因为这很菜式而且流汗不会干 然后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些衣服破了 但是为什么你就觉得说好舍不得丢 那也许我们都会觉得说啊东西坏了就该丢 然后再去买新的 可是在这个之前可能要先问自己说 为什么这些衣服破了你还是 那么喜欢他这么舍不得 是不是其实只要把这些小小的洞 或是一些小问题修补好换个拉链 你就会穿了 这些你喜欢的衣服它的特质是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他 其他也有一些很新的 根本不想要拿起来穿的 明明是很新的东西 为什么你就是不想用它 因为我们常常会落入那个盲点 就觉得新的没有用的就是一定要放着 你舍不得用吗 有些人可能会是舍不得用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是 那个东西就是不适合他用 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是略过它 可是这个不适合用的东西 他想的可能是未来有一天我会用到它 为了这个未来的有可能 就要一直保存着 对你牺牲了现在的生活品质 就是牺牲了现在的空间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去审视自己跟物品之间的关系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也太险了吧 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我太险了 我觉得蛮细腻的 真的蛮细腻的 对 认真生活 就是我发现只要你找到了原因 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了解自己 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你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东西 那其实是了解自己很好的方法 从整理物品可以整理到你的人生哦 呀我相信 而且有的时候是别人给我们的衣服 或别人给我们的物品 可是那个可能也不是我们的风格 但我们就觉得说 诶别人给我们的 好像不拿白不拿 或者是不好意思拒绝 都有可能种种 那那个放在自己的衣柜里 或放在自己的家里 那以衣服来讲 也许那个尺寸对你来讲 可能也太小或太大 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没关系我有一天瘦下来 这个是最要不得的 诶对啊有一件就是 你的阿姨给你的黑色裤子 后来 我有穿啊可是我 他的材质可能没有那么耐穿 哦就是 黑色那一件啊 他放很久了 然后他也都没有穿 然后后来他给你了 可是你拿回来也没有穿 然后最后 我就跟你说 你真的有要穿这件裤子吗 就开始穿 结果穿了两次 他就整个变形了 没有穿了很多次了 大概穿了有三四个月 可是他的口袋的缝线没有那么好 所以开始破掉 哦 所以还是要挑适合自己的衣服 那如果真的不适合的 就再把它转送给别人 或者就是真的丢掉或回收掉 嗯 这样你下次再买衣服的时候 可以多思考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买了 如果他不是你真的喜欢的 或者是真的尺寸不适合 对你还要 你还要把它丢掉 对你还要处理它 对你内心会有种罪恶感 其实要处理物品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有感觉到吗 有 所以我现在不太买东西 我以为就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我丢垃圾 所以你不会有感觉 没有还是会有感觉 因为你会在旁边提醒我 善意的提醒我 这个东西你已经有了 你为什么要再买它 对不对 类似功能的东西已经有了 啊为什么还要 我已经一年没买鞋了 一年了吗 嗯 一年了吗 可是你的Palladium 就是那 糟糕 哈哈哈 看吧 才没有一年了 还有你的那个呢 半年半年 Jordan Jordan鞋呢 Jordan鞋是之前就买 两年前三年前就买 不是那一双新的那一双Jordan 我哪有新的Jordan鞋 就是黑白的那一双 黑白的 你说你很喜欢你很喜欢 哦那就买两年了 哦那一双两年了 对对对 买两年多 但是其中前面一年舍不得穿 都没有再穿 对 哈哈哈 说书人有两双Jordan鞋 呵 没有还是Jordan十一代 欸干我连他几代我突然又忘了 就是你有一双没在穿的 然后还有一双 现在终于有在穿的 哦 没在穿的那一双是三代 OK 其实现在的鞋子并不耐放欸 他们都用一些 不知道是胶的问题 还是泡棉的问题 环保材质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些篮球鞋 才放两三年没穿 它整个就是底就整个滑开来 环保材质 然后再加上它的胶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以前的有些球鞋是用缝的 缝的 缝的话比较耐穿 哦 可是那些鞋子也不便宜欸 对啊 这是我昨天才跟洗鞋店的老板聊到的心得 哦真的哦 对 他就跟我分析了一下 因为像那个Jordan鞋 他的侧边就有一些黄掉 他说这就是因为热 他说遇到热 他说我这个一定有拿去晒太阳 有因为你那时候踩到狗屎 然后你就把它丢在窗外 你记得吗 好像两次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穿那双鞋 就很容易踩到狗屎欸 到底为什么 对那双鞋每次他一穿就踩到狗屎 然后就要丢在窗外一个礼拜 然后等他不臭了他才会去处理它 哈哈哈哈 他就是这样变晃的 哈哈 那你真的有很喜欢他吗 还蛮喜欢的啊 但是他一直踩到狗屎 虽然说也踩两次 我可能穿了他穿了五百次 再踩了两次 但印象就很深刻 喜欢其他双鞋就没有这么容易踩到狗屎 那你们还有讨论到什么心得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再讲一些什么疲贱其他的 那老板人还不错 所以你去洗 两双纠人鞋吗 对啊两双纠人鞋 还有一双你的 Toms的那一双 嗯 然后他说你那个底会滑了 所以 他不建议洗是不是 他是说看我要不要先拿去家底 再给他洗 我说没关系不用了 对啊反正就穿嘛 不是因为很遥远 看我要把他送桃园 再拿回来 修好之后再拿去桃园 可是为什么不能洗完了再家底 可以啊 所以我给他洗啊 他就问我说 因为他怕说这样子 去休息了万一又弄脏 哦我懂了 他比较细腻啊 哦好细腻哦 很细腻的老板 真好 对 很细腻 他说原来双鞋还不错 哦真的哦 对 那怎么看还不错 他说 状况还不错 可以修 值得修 哦 我之前穿那个牌子的鞋的 好处是他有 我的脚可以穿得下的size 我很难买鞋 因为Joanna的脚大概是US9号 对 9号半 看9号半 8是几公分啊 我不知道欸 其实是9号半 9号到9号半之间 有些 那可能就2728公分了吧 就很大 嗯 然后我很难买 比较淑女的鞋 所以那一双是我在英国买到的 那一双是在英国买的 对啊 我们去年去冰岛的时候 后来我们经过英国 去英国 看能不能买到我能穿的鞋 那时候买到那一双 它是布面的材质 所以是柔软的 我的脚刚好放进去 因为我的脚是瘦长 就左右其实大 就很欧洲人的脚型欸 对就是左边右边通常都是ok 可是长度大部分都会不够长 那因为它是布面材质的 所以它就有多一些buffer 那个鞋通常会坏掉的地方 反而不是顶 是大脚趾 我会戳到的地方 对 就顶到 对因为顶到 然后久了那个布面就会破掉 yeah 像袜子一样的概念 yeah 但他们都是还不错的鞋 如果可以处理就把它修一下就好了 不然我们实在制造太多时尚垃圾 嗯我同意欸 嗯像是 就是我们昨天也特意的去火车站附近 买我的内裤 就是我有听说那一款内裤是好穿的 但网路上面几乎都要运费 再加上它总是在促销说什么几件 四件多少钱这样子 然后免运 可是我实在不想要 一次四件 对我不想要一次买四件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适不适合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买一件 然后那个店员跟我说 没有人在买一件的 他说大部分人都买三件啊 三件就是比较划算啊 店员这样说服你哦 他说为什么要买一件 买三件就是一件可以便宜一百块啊 哦然后呢 但我要多付出六百多块 所以可见他在反映的就是 现在人的消费习惯啊 大家就是会凑免运或者是说 一包枸杞两百六 然后两包枸杞 单包会变成一百九十五 那是不是大部分人也许都会觉得说 那就买两包 对因为听起来差很多 对但是我就不想要买两包 然后他就买了一包两百六的枸杞 哈哈哈哈 他在那边说为什么这枸杞要这么贵 对我就是回家才发现说 蛤枸杞怎么一包两百六 是有机的吗 他是有些有厌无农药残留 OK好吧 哈哈哈哈 所以我现在买东西真的都宁可是买单样 然后用完了之后再补货 对啊就不用囤机啊 对不然他放在那边好讨厌哦 不知道我现在不喜欢囤东西在家里 就连卫生纸都是 所以我们家空荡荡的 有吗 讲话会有回音 哦有回音啦对 但柜子里面有点满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东西还是有点多啦 哈哈哈哈 你觉得很害怕 我又没有要丢你的东西 我都是处理我的东西 是哦 然后丢一丢之后再跑来我这边说 你为什么东西这么多 没有啊我会跟你讨论说 这个东西有点满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 你是讨论还是引导 讨论 是引导吧 哈哈哈 引导你觉得这个东西该丢掉 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 空间决定物品 而非物品决定空间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会觉得说 呃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放不下了我的衣服 我就把它对到别的地方去 那 其实就是 这就是物品决定空间 但是其实要做的是 我的衣柜就是这么大 我能放衣服的地方 就是这么多 我就把我的衣服 限制在这个空间里面 超过了这个空间 就要把它们断捨离掉 就可以 你可以分析一下 为什么 我的东西已经超过了这个空间了 我还是觉得 不是很够用的原因是什么 那也许有些人的生活形态真的需要大衣柜 比如说他是演艺事业 就是需要换不一样的衣服上台 他可能就会需要真的是大衣柜 但总会有地方是可以少的啊 哦我同意啊 一年没有穿的衣服 你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今年都不穿他 是你不喜欢他呢 他哪里不合你的意 或者是其实你也没那么喜欢他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整理 就是趁这几天 如果假期有空的话 把自己桌面上或者是生活空间以后 就是在烦恼的最烦恼的部分先处理 也不会花你很多时间 但是你的CPU可以释放出来 你大脑的不用每天都烦恼一次要穿什么衣服 而且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在一年的一开始就完成了一些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那个处理掉烦恼的事情真的是会很开心 就会觉得这一年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后有满满的正能量 好哦那你想要整理些什么东西吗 桌面 对因为我每次都去帮硕书人整理他的桌子 但是后来也是会变得乱 最近真的很忙 好哦加油哦 好 好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或者有任何想听的主题 欢迎在Apple Podcast上给我们评分或留言哦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 也祝福各位在2010年可以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好好跟不开心的事情烦恼的事情断舍离 哦耶 拜拜 拜拜 拜拜